好,今天這個我們來說盤腸正向蝴蝶 這個盤腸是道向蝴蝶,因為它兩個道而已在下面,看起來像道過來的蝴蝶 那我們現在這個寫過了,我們現在今天來寫這個道蝴蝶 首先我們線要先打一個雙簾,好,我們準備四號線150公分,打個雙簾 之後,一樣的,我們來先編一個金錢解 好,這就是我們新編的一個金錢解 稍微調過來一點 好,是這樣的一個金錢解 開始啦,就翻過來,金錢解,中間這個給它拉長 好,那我們小盤長,一個而已 這一個剛好拉過來 來,這算一個而已 之後,上下,上下,這樣 是這樣的,就是小盤長的一個基本法 好,換過來 換過來 這一抓 這個時候,你要特別注意 我們這個一個,再下來是這一個 這一個,再下來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再下來是這一個 好,不要弄錯了 好,拉開 這是小盤長的一個,徒手基本編法 是這一個,這個比較大 好,我們繼續編 這邊,穿小合意 穿小合意 穿小合意 包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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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回來也是穿小合意的 還是,成這個現象 中間就是小盤長 這邊有一個金錢解 這邊我們不要再扭一個金錢解 在這邊 怎麼扭呢 好 留個偶翼 大一點 之後 我們線頭 線頭拿來 把它穿過去 現在是穿過 往下穿 兩個拉 一個 一個 這是我們穿過去的 被穿過去 這個大偶翼 我們往內這樣一轉回來 它變有一個小合意 它變有一個小合意 這個沒有扭的 去跑到小合意的後面 再把它往前一拉 就是卡住了 卡住了齁 沒關係 我們這穿過去 剛才穿過去這條線 最下面這一個 這條線穿回來 穿回來 那剛才拉出來卡住的這個 我們再把它穿回去 這就一個 一個一個金錢解的 那個 完成在這裡 這就一個金錢解 好 有了這個金錢解以後 我們就繼續 編我們的小盤長 穿 壓 穿 壓 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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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翻過來做 壓 這個壓 這個挑 壓 這個挑 那我們就壓 然後挑 就跟著這樣的做 壓挑 這個又壓 它壓 所以它也壓 它挑 這是小盤長的一個基本 之後 好嘞 這個我們已經把它穿線穿好了 可以說編好了 這個稍微調整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 倒過來的蝴蝶 對 這是倒過來的蝴蝶 我們經過條線 經過條線 調好了 調這個蝴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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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變成 調整這個樣子 之後 把雙臉 雙臉 放流出 那就是 倒過來的蝴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